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说包装类吧 先说包装类 包装类哪不懂 是不太明白这生成过程是吧 是吧 不太明白这生成过程啊 先说一下啊 来 请我说 比如说啊 咱们说这样 咱们值基本上分两种 一种是原始值 一种是引用值对吧 咱说引用值它就是一种对象 引用值里面包括数组啊 函数啊 和对象对吧 等等一系列引用值 引用值它都算概括类的对象 泛泛的 咱说对象才可以有属性和方法 并且可以灵活的调用和复值 对吧 原始值之所以它不是引用值 就是因为第一它的存储方式它是存在站内存里面的 第二 它是不可以有这个属性和方法的 对吧 原始值和引用值两大区别啊 存储地值不一样 第二呢 原始值不能有属性和方法 引用值才可以有 对吧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看JavaScript的一些原始值 它可以像引用值一样的去拿它的属性 并且赋予一些属性 这是为什么呢 比如说现在这个Stream 本来它没有 它不可能有Lens这个属性 对吧 它怎么能有这个Lens属性呢 然而它就好使 比如现在咱们看这个Lens属性 查看这个Lens属性 它就好使 诶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通过这个问题咱们才讲出那个知识点呢 这到底是怎么样实现这个过程 你看它是不是三 比如现在 本来你这个Stream 你是个原始值 你怎么可能有属性呢 对吧 你看它是不是一个原始值的Stream 对吧 有ABC 对吧 原始值怎么可能有属性 怎么可以有属性呢 这个JavaScript内部给它了一个新的机制 这个机制叫做包装类 原始值确实是没有属性的 但是你要想通过原始值访问属性的话 它会让你这个语法去好使 怎么好使的呢 就是你当你原始值调用这个属性的话 它会 对应的 看原始值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数组类 是这个字符串类型的 只要是你字符串类型的这个原始值的话 它就会new一个Stream 这个newStream是一个字符串对象的勾到函数的东西 是吧 字符串先有个原始值 也有一个引用值 它会newStream勾到出一个字符串对象来 然后呢 把字符串对象的内容填成ABC 就是和你那个原来保持一致的东西是吧 保持一致 构建出这样一个对象来之后 它会看啊 你这块对原始值进行那个什么样的操作 是不是点lens操作 那它就会相应的对这个它新构造出的对象进行一个点lens操作 并且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到这里 懂我意思吧 并且把这个结果给你返回到这里 实际上你写的是stream.lens 其实执行的时候它是newStream.lens 懂我意思吧 其实执行的时候是这一步 能不能懂 这个过程 这个引试包装的过程 就叫做包装类 为什么管它叫包装类呢 你看哈 这个newStream是不是相当于把这个STR给包裹起来了 就原来你是个原始值 我给你包成一个对象了 对吧 这样的一个过程 咱们就管它叫做包装类 名就这么起 你就记住完事了 包装类 行了 这是七一 七二呢 比如说现在我来一个数字 什么都行哈 其实 什么什么这个玻璃类型也行 数字 我给它加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叫做abc等于abc 正常原始值能有属性吗 不可能 对吧 那你强硬的去操作了怎么办 系统不会报错 它会在内部帮你缓和一步 怎么缓和的呢 它一看 哎呀 你这么调用 那你不能调用啊 那我帮你吧 它会new一个number 因为它识别出你number类型 对吧 new一个number 把你这个num值放进去 然后它生成一个数字对象了 对吧 这个数字对象 对象就可以有属性方法 对吧 对象的属性方法 那就给它加上abc等于一个abc 然后执行完这步之后 刚才new的number 没等到下一步呢 就被销毁了 因为你这步操作它帮你实现了 对吧 它没必要帮你保留这个值 然后就销毁了 销毁了之后 你下一步再想访问 num.abc的时候会怎么样 它就看 一样不长进行 你又访问这个 对吧 你又访问怎么办 我不能让你操作报错呀 那我就再帮你一步吧 再new一个number 把这个num值放进去 而这个number和这个newnumber是不是两个独立的对象 虽然说长得一样 是不是两个独立的 彼此独立的吧 彼此独立的对象 那么你现在再访问它的abc 跟上面那个没有一毛钱关系 它是没有的 对吧 因为上面被销毁了 所以现在访问出的应该结果是undefined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结果就是undefined的吧 就是它会把这步操作的结果给你放到这步操作的结果里面 能弄是吧 这是一个包装类的整体过程 句话能不能懂 这就是包装类 懂了吗 包装类还哪块不懂 我再讲一讲 这个哪块我不明白 哪块我想不通 还有了吗 包装类 其他地方 对 勾到对象 哎 什么呀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newnumber是一个整体 从语法上来讲是整体 但是这个语法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会返回一个东西啊 反复一个对象出来 哎 就是一样的 其实 war一个num等于一个new 我之所以那么写 就是让这个代码显得多元化一点 让你看得清楚一点 就是以后能识别出更高级语法 num.abc 这俩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newnumber它是不是会返回一个值 它会先执行返回一个值吧 返回一个值之后 是不是把这个返回值保存到这个num里了 如果我不想保存到num里 我就想当场就用了 是不是直接点也行 对吧 我当场就想用了直接点也行 因为它会在原地返回一个对象出来 对吧 在原地返回对象出来 相当于原地返回对象点呗 是不是这意思 对吧 其他问题还有吗 其他问题还有吗 没了 没了哈 减圆形 圆形哪不懂啊 圆形哪块不太懂不太明白 比如说我写个圆形吧 这个function person their last name 什么呀 their last name 直接等于登 然后呢 这是一个构导函数 圆形必须是基于构导函数的 对吧 你没有构导函数 一个圆形没有意义吧 咱说任何一个函数 包括构导函数 构导函数不算函数 任何一个函数都会有一个属性 叫prototype 这个prototype是 这个函数构造出对象的 公有祖先 对这吧 也说公有祖先是什么意思 就是祖先上面的方法和属性 你这个构造函数 构造出对象 是不是都能去用 对吧 所以说现在 我握一个person 等于new person的话 是不是这个person 可以用prototype上的 任何的东西 包括这个last name 对吧 那现在我person 第二 last name 是不是能用 还是好使的 对吧 是不是好使的 为什么好使 因为在new的过程中 是不是这里面 隐私的三步 第一步先握一个this 等于这个东西 然后this里面 其实不是完全空的 是不是有一个proto属性 proto属性指向的是 这个构导函数的原型 然后你去访问 这个对象的属性的时候 他先看自己有没有 如果自己没有 他是不是会沿着他的proto 找到proto上面 上那个对象 上那个对象上面 也是说personalproto 上这个上面 去找有没有 你想要的属性吧 对吧 如果这个对象 上面还没有的话 他会沿着这个对象的proto 指向他的原型上 他的原型上去找 有没有这个属性 这样的话 是不是形成一个 圆形链的访问顺序 对这吧 圆形链的访问顺序 哪块不明白 真对一点呗 要不这块是指点太多了 哪不懂 没事哪不懂 你就说吧 咱现在就是复习 你要不说我讲啥 来说一说 哪块不懂 酒家哪块不懂 酒家 说一说 看一下还得 B包跟四有化变量 B包跟四有化变量 是B包连通四有化变量 那个应用不懂 还是B包都不懂 四有化变量也不懂 四有化变量就是B包实现的 四有化变量就是拿B包的原理实现的 B包的第四点应用 不是四有化变量吗 我这么说你懂了 其他呢 这个object.create 是创建对象的 但是咱们说对象必须得有原型吧 对吧 对象必须得有原型 这个object.create 它创建出的对象 需要指定这个对象的原型是谁 比如说现在 我在外面写了一个demo 这个demo呢 有name 这个demo有lastname 这个lastname是dung 保存 咱就把demo放到里面去 那这样呢 object.create会创建出一个空对象出来 这个空对象的原型就是demo 也就是说它创建出的对象 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obge就长成这个样子了 里面有个proto proto指向的是demo 也就是说它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属性的时候 它会上demo身上去找 因为它是它的原型 那没有意思吧 其实这个oprader.create 还可以传第二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填的是属性的特性 每个属性有四大特性 其中一大特性就是不可 不可配置性 可配置性和不可配置性 那我说过吗 我说一下可配置不可配置的 咱说delete操作符 是不是可以删除属性 是不是可以删除属性 那我问大家问题 我were一个num 等于123 这算不算一个对象的属性 算不算一个对象的属性 算吗 delete一个num force吧 delete window.num force吧 这个num是不是算 vindos上属性 那我为啥这回就删不了这个属性呢 听我说啊 属性 分两种构建方式 这种全局类的属性 就写到全局范围内的 这个vindos上的属性 一旦经过word 就是一旦 先说吧 咱把属性当中的变量吧 一旦经历了 经历了 word的操作 所得出的属性 换句话说 我说的就是 windows上的属性吧 是不是说的就是windows上属性 这种属性 叫做不可配置的属性 叫不可配置性属性 不可配置的属性 delete 不掉 delete删除的属性 只能是可配置的 什么叫可配置的呢 word一个obj等于一个对象 obj.name obj.name 等于234 这样的话 这个num delete obj.name 它就能删了 obj再看 是不是没有了 包括现在windows.name 可是现在我不写这一行了 把这行去掉 我直接写windows.name 等于123 然后delete windows.name 再看windows.name 是不是就没有了 这叫直接复制吧 是不是没经过word这个过程 让这个name变成123 如果这样我刷新一下 让word123的话 windows.name是不是有 但是现在delete windows.name 是不是就不行 然后再看windows.name 有没有 还有吧 就是通过word 给windows上增加的属性 叫做不可配置型属性 那东西是吧 你要直接增加 叫可配置的 所以有word存在的东西 叫不可配置属性 这会儿洗嘴 那个object 叫create 叫create 第一个填的 就是你的圆形是谁 第一个填的是圆形 叫proto tap 第二个填的就是特性 特性 这块是define的 property 这个以后咱们再说 特性一块来说 可美举性 可读可写 这都是特性 有的属性弄完之后 你往里写不进去值 你不能往里写 但你能访问 只有可读不可写 这都是特性 属性的一些操作特性 以后再说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暂时用不着 其实以后编程也用不着 但这确实有 然后看啥问题 咱今天就解答 答疑了 答疑了 什么 this和call 这个关系对吧 this和call 请咱倒 嗯 分别this和call 这俩问题呗 类似问题和call的问题对吧 请这俩问题放一起讲 我觉得挺科学的 这个call呢 能改变一个函数体里面的 一个this引用 this指向 比如现在 咱学完this之后 咱知道this的四大特点了 第一大特点是 逆编译 什么 一编译的时候 this是不是指向 window 第二个特点是 谁调用的 谁调用的 this指向谁对吧 指向谁 第三个 call apply对吧 第三个是不是call apply 改变的指向 对吧 第四个呢 咱看看吧 第四个呢 全局里 this指向window 对吧 全局 this指向window 咱挨条把 四个这个this先说一下 四个this说一下 首先预编译过程中 this指向window 咱说这个函数直行的数 是不是得经过一编译过程 一编译过程 是不是生成一个ao 对吧 比如说里面有一些属性 有个nam 等于123 有个function a 有个这样的过程 然后再有点什么 其他东西 一编译第一步干嘛 先生成ao 第二步呢 找形材变量声明 对吧 把形材变量声明的名 当作这个对象的属性名 对吧 变量声明有没有 有nam吧 是变成undefined 对吧 然后呢 是不是第三步 形材13相统一 然后第四步直接跳到 把这个函数 直接提升上去 对吧 然后都完事了之后 其实还有一部演示的 里面要设置一个arguments 等于一个13列表 是不是一个类数组 咱知道了吧 arguments类数组吧 应该写成这样 然后还应该有一个this 每一个函数题里面 都会有this 这个this 此时此刻指向的是window 那没有意思吧 此时此刻指向的是window 但是啊 但是 我里面就打印this吧 好吧 是不是我此时此刻 如果说我直接执行这个test的话 怎么着 是不是按照预编译环节 里面打印的应该是window 没问题吧 是不是预编译的第一步 预编译this指向window吗 这没问题 打的应该是window吧 好 刷新 是不是window 是不是window吧 而call和apply 干的是一件什么事呢 那如果现在 我test 其实test这么执行 就完全等于test 的core这么执行 它俩是一样的 我这样写的话 你看看 它也是window吧 其实test的执行 在内部就会转换成test.core执行 用意义吧 test.core这么来执行 而core呢 如果咱们手动的可以往里面 传值的话 咱们手动的往里传一个值的话 第一个值就会作为这个函数执行时的一个类似环境 换句话说 它就会把函数执行时的类似改变了 如果是现在我往里传一个参数 传个对象 这个对象我name 叫down 保存的话 是不是这个对象就会被放到哪里 放到这个欲变译的base这块吧 就把它就变成一个 这个东西了 能不能用意思吗 所以在core之后 你再想在这个函数里面 函数组织里面找base的话 那不好意思指向的是 蹬了 是不是就是蹬了 这个明白意思吗 OK吧 这是core和ply的一个作用 是core和ply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 再看谁调用的这个base就指向谁 写一个小函数 其实你想一个问题啊 这个core出来的东西 core里面传值了 是不是就相当于让这个东西去调用这个core了 让这个东西调用这个test了 是不是一样的 让它改变类似项吗 是不是相当于让它变成它了 对吧 那现在咱写一个 咱写一个飘移点代码 代码飘移嘛 c 方式 c 什么呢 vaster name 211212行 OK 111 别的了 window吧 这个是obj 来看这啊 同学们 我obj.c 执行 是不是obj.c obj.c c里面的base应该是谁 obj吧 那打印base.name应该是 obj对没问题对吧 好 现在不这么玩了 我把这个 哎 这样吧 obj.c .core 执行 把谁放进去呢 把window放进去 这是啥意思 我让obj.c还是执行吧 但是这个时候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有core存在了 有core存在就打破你原来一切规则 就是core里面传的是谁 你这里面base就得是谁 能懂我意思吧 打破一切规则 那现在应该谁 window 那现在打印出的应该是 是不是就是window了 明白我意思吧 这块是不是window 然后再往后推 我把fun 等于obj.c 这是啥意思 这句话 我是不是把obj.c这个函数体 给拿出来了 只拿函数体 不管谁是谁的吧 我管你这是谁的函数什么的 是不是拿完之后 是不是放这了相当于 然后我在外部执行fun 是什么意思 相当于让这个函数 在全局范围内 自调用吧 是没人叫用他 虽然说你是别人的函数 但是我把你的这个函数体拿给我了 然后我在外面外边 我自己执行对吧 跟你没关系了对吧 不是谁调用的 不是谁调用的 也没有call 那是不是只能走预编译环节 预编译环节 是不是this就是window 明白我意思吗 是不是就是window啊 所以现在打印的应该是window吧 这是刷新吧 还是window OK 有问题吗 这个 准备啥问题 有问题吗 没问题吧 那行 现在再改一下 我再call call谁呢 call obj进去 是不是还是f1执行 里面this变成谁了 变成obj了吧 打印出的应该是谁 是不是obj 是不是怎么玩都行 对吧 怎么玩都行吧 没问题吧 这个 然后call apply call apply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解决这样的一个函数借用的问题 这里面可能说有有一个name this.name等于name this.age 等于age student 里面有name 里面有age 里面有sex 行了 咱简化点吧 现在我想用person的方法来实现我student里面的构造 我想怎么办 首先student 我要获得出一个student 等于一个new newstudent newstudent的名字 蹬 不对哈 你蹬着没上过去 好 啊 开什么玩笑 对吧 开什么玩笑 killing me 来吧 里面咋写 当然了 咱们可以义无反顾的这么写 对吧 这是麻烦呗 什么义无反顾的可以这么写 没问题吧 勾到出来是不是这个学生对象里面有名字 age sex 对吧 什么都有 但是我想简化一下 既然说前辈们都已经把这个勾到函数已经抽象完了 我想用人家的函数实现自己的功能 咋着呢 正说我想用人家的函数实现什么功能 实现给我自己的this去 加上这些属性吧 是不是自己的this 一旦你new了之后 有没有自己的this 是有的吧 是不是有的 是标准方法应该这么写对吧 cident就这样 标准的内部引用啊 应该这样 然后呢 有了this了 接下来就是this 这个this的name吧 这个this的age 这个this的一个sex吧 下面我想利用上面的东西来实现我的功能 因为这两行代码 我想走人家的 对吧 我想走人家代码 那怎么办 我是不是调用人家的 调用人家的 然后把这个name和age放进去吧 这调用人家的有一个问题哈 人家里面写的是this.name this.age 我想把我这个this 放到他这个this上 就是他这个this 我想代表的是我这个this 怎么办 是不是只有core能办到 core的意思就是 你里面的this要改成我的 我给你传去的对吧 咱们给他传 咱这块自己构建好的this 是不是放到他那个this里面 然后再利用他的一个方法体 挨个去执行 实现咱自己的功能吧 对吧 但人家方法体要求啥 要求有name和age的属性对吧 那咱们就把咱们的参数传进来吧 再次倒一遍传进来对吧 因为咱们这个name 是不是已经代表里面有13了 age是不是里面也有13了 把13放下来 再把形成放下来当13 再传到这个name里 age里面 是不是用人家的代码 实现咱自己的功能 这是咱们的call apply的一个应用 对吧 call apply应用 OK 这个有没有问题 说没有问题 再说一遍了啊 看电话的问题 再说了 那个call apply 呃就call和对此的话 请叫 你你看电话不懂了 懂了哈 其他地方呢 哎呀说 对把b反回去 其实b包我说想 b包一个表象的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函数套着另一个函数 你把b嵌套那个函数 给保存到套上函数的外部 也说a套着b 你把b给他弄出 a里面 这就必然形成b包 能懂我意思吧 你把b弄出a里面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弄出去 他一定形成b包 懂我意思吧 他一定形成b包 比如说哈 这个还有什么方法能弄出来 好多种啊 我这是不是一个对象 我让对象 点 fun等于b 这函数出没出现 出去了吧 是不是直接到这里来了 这个a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这个函数 在外面活得好好的呢 那这样的话 这个b函数 就会拿到你a的 执行器上下文 死死不放着吧 是不是这就形成b包了 自此之后 是不是b照样能 访问你a里面的东西 比如说这里面 比如说这里面 a里面有一个aa变量 等于123 b里面不干别的 就访问你 对吧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他执行完了之后 当这个a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a就被销毁了 被销毁了 不要紧 再看里面fun能执行吗 能执行是不是能打约123 因为这个b被保存到了ob接上吧 对吧 未必非得是return嘛 是未必非得return 对吧 这你能听懂吗 只要被保存到外部就行 嗯 不知道 这a是立即执行函数吗 不是吧 不是吧 对吧 就立即执行函数 你别太把它当成不是函数 它也是函数 它就有一个区别 执行完别人找不着 对吧 能懂得吧 读到立即执行函数 就读到他那儿 就立马执行 执行完别人找不着 对吧 执行完隐身 其他问题 其他问题 啊 说 嗯 你重说一遍 嗯 imply global是吧 对 嗯 嗯 预变异啊 预变异啊 预变异发生在什么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执行 执行的前一刻吧 先预变异后执行在函数体吧 所以说你先预变异好了之后 你这里面就有一个ao了 你这个ao里面就有一个a是安逆半的了 然后你再找这个原型 你说在一个函数里面访问一个变量 是不是捋着作用预链找 作用预链最靠近他的是不是就是自己的ao 是自己的ao吧 你自己的ao上已经有a了 你平它上全局去找去 你在预变异的时候 这个a不是已经在你的ao里面存在了吗 存在了之后你操作的就是这个a了 尽管全局这个go里面可能说 也有一个a可能说123在全局里面可能over一个a等于123 但是你操作的还是自己的 因为你在自己的话能找了a了 当你在自己的话找不到a的时候 你才上全局找 这个over会提升的 对吧 over会提升的 其他问题 啥东西啊 啥东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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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东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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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一个对象呗 对象里面有proto 然后他里头放的是这个具象的 圆形 嗯 这个圆形是什么形的 它是地址 啊 它是地址 存的都是地址 我站着的要proto太坏 它也就 也就是一个 这这这就是一个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变量 属性不就是变量吗 属性里面存的引用值不存的都是引用值的地址吗 对吧 存的不都是引用值的地址吗 因为你想啊他存的站在存里面放的不都是地址吧 对吧 通过站在存地址找到那个对内存才能拿着那个属性值的 对吧 嗯 什么时候拗什么时候不用拗 这不开玩笑吗 为啥用拗 我们想通过这个构造函数构造对象的时候才用拗 我想执行函数的时候就不用拗 构造函数干嘛的 构造对象的吧 这样通过构造函数数批量生产对象 每一次生产对象的时候你都得拗一下 不拗的话怎么能生产出对象呢 生产不出来 听懂 哎呀 行 收下 我这构造函数干嘛的 是不是构造对象呢 这是person是不是构造函数 对吧 他是为了构造 他是为了构造对象的 那么怎么来构造对象 构造对象有个规则你必须得是new加上构造函数的执行 才能够构造对象出来 因为有了new操作符之后 这个构造函数会发生三部隐式的变化 其实是两步 第一步是war一个this 最后一步是return一个this 有了new之后 new加函数执行才能出现这两步 有了这两步之后 这个对象才能被正式的构造出来 懂得懂的意思吧 而正常你执行一个person的话 他只会走一边一 就是new也会走一边一 这个你直接写这个的时候 不加new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 他不会有这两步 就直接这么走吧 换句话说 这个时候的this就是指向的是window吧 对吧 所以你正常你在自己封装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只代表一个功能的时候 那你跟new都没有关系 就是一个test 他就实现自己的功能 你就直接执行这个test吧 因为你想执行函数里面的每一句 对吧 而你要定义一个构造函数 你想通过这个构造函数来构造对象的话 你就必须得new吧 你不new他生成不了对象了 new只是为了生成对象了 懂得懂得懂吧 好 懂得懂 来 其他问题呢 来 灯火揽讯 还能想来啥问题吗 避报形成四有画面 好 首先哈 首先 比如说咱们现在 一个person 这个person是个构造函数 咱们想通过这个person来构造对象出来 就是吧 咱们想通过这个东西 通过这个person勾造一个对象出来 然后呢 这个对象啊 它有一些可以被外部访问的一些属性 可以被外部访问的一些属性 我就不多写了哈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不能被外部访问的一些属性 比如说哈 咱给这个 来个morning 这个morning呢 可能是有一百对吧 有一百 然后呢 呃 他可能说有几个方法啊 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叫earn 那就make money吧 第一个方法make money make money之后 这个morning 加加对吧 然后呢 消费咋说来这 消费者吗 发怎么说 offer或者pay对吧 pay吧 offer或者pay offer也行哈 来 money简简 来听我说 就是有一些 有一些时候吧 咱们够到一个对象啊 这个对象并不是说所有的属性方法都都想被外部访问 因为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一点 你够到处的对象你要直接传给别人去用 所以可能别人并不知道你对象里面有什么东西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你为了保证这个对象的一些属性的一个私有性 这个属性是非常关键的 我不想让你改 因为你不了解的规则 你改之后可能说整个对象崩溃了 那种 我不想让你改 我只给你留了一些操作这些属性 或者说 我只给你留了一些能访问这个对象的一些基本的属性和基本的方法的一些接口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只让你这个list.name等于name 只让你这个就是name make money和offer 这都是你能访问的吧 这些是一些能给你提供基本数据的一些功能对吧 我只把这些提供基本数据的功能给你了 而那些内部真正枢纽化的一个 就是而真正内部产生运作的一个枢纽的一个变量 我不给你 比如说这个money 是不是很多方法都是围绕他赚的 这个money我就是不给你显示出来 但是你就是能用 能懂意思吧 我就是不想让你直接改这个money 你只能通过make money和offer的方式来改 那这种属性就叫做私有性私有化属性 这种属性有啥好处呢 好处就是说 我不想让你 就有一些东西是数据化 我不想让你改 因为你不了 然后这个 咱们来实现这样一个私有化属性的一个基础的理论 就是通过b包的形式 怎么样通过b包呢 我new一个person 是不是相当于 在这块 握了一个base了 有一个空的吧 就相当于空的行吗 然后这个base上面是不是有一些属性 叫make make money是一个方身对吧 然后这块有一个offer 是不是也是方身 ok哈 然后这样的话 最后是不是会把这个base给你返回 把这个base返回 是不是把这个对象返回了 而对象上面是不是打包两个方法 而这两个方法 是不是跟着这个对象一起被返回到了外部 那这两个方法就会和之前person产生的执行伤害文产生一个公有的币包吧 是不是二对一的币包 就是这两个方法能操作的person的AO是不是一个人 那这样的话他们操作的是不是都是这个money 对吧 这个money就是person的AO里面的money 而person的AO被拴到了make money和offer上吧 是不是你看不见摸不着真实存在的 你一旦访问这个make money 你一旦通过make money里面去访问一个变量的话 他会走自己的综艺带吧 自己从这先找自己的 没有的话是不是找person的AO 因为他们之间是不是形成链了 这样的话形成了一个私有化属性吧 就是这个money保存到了person里面 看不见摸不着 但真实存在对吧 真实存在 而且外部是不可以访问 你外部你很难说person 你很难说person点money 是不是没有 因为他是在他方法 他是在person方法的综艺带里吧 是不是在这个make money的综艺带里 这个make money是person的方法 对吧 所以你想通过person来访问这个属性 访问不到 但是person确实可以操作它 他就这个属性 这个变量就作为person的一个私有化变量 来存在 能懂得是吧 就是一个概念 就是一个概念 就简单的说 他形成B包的能不能听到 能听到吧 B包的一个应用就是 如果有一天你自己编写一个构道函数 你构道函数想用一些私有化的变量 去当做中转 当做中枢的话 你这些变量又不想让别人直接访问到 那你就把它放到B包里好了 能懂得是吧 就放到B包里好了 这个能听到不 没问题吧 包括在那时候讲这个inherit的时候 是不是讲了一个这个例行函数 例行函数是不是里面放了一个walf 方身 然后呢 return的一个方身 return这个方身里面有两个 一个是target 一个是origin对吧 一个是origin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写了点码 叫叫什么叫f.prototype等于 origin和target 我大写 等于origin.prototype 把这个保存出来之后 它就是最后的一个显示的结果 其实最后它应该是这样的 它应该把它代替了吧 对吧 是不是应该这样了 结果实行完 是不是应该这样 因为B之音函数会返回东西嘛 返回到那对吧 但是说返回到之后 这个f还能被调用吗 是不是能 因为这作为内部函数 是不是保存了 B之音函数 这个之音沙文 会把这个f保存出来 对吧 是不是能调到它 而这个f 它只是作为一个中间的过渡的一个东西 它并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吧 所以你没必要让用户 是不是看到它 没必要让使用这个function的一个人 去看到这个f吧 也没必要写到这里面 对吧 所以它作为一个四有化变量 也是合情合理的 对吧 能等我说一次吗 还有其他问题吗 听懂吗 对对 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 空数组加上一个空串 等于空串对吧 数组加上1 等于1 数组加上2 等于2 空数组 就是number里面放空数组 看到啥 数的0 数的0 对吧 然后 它是这样的 就是空数组乘以2 空数组减1吧 是不是得负1 空数组减1能实现的话 说明是不是也是实现number了 number空数组吧 其实这一点 咱没必要那么了解 引用值 不用猜引识类型转化 因为谁没事嫌的 你让一个对象乘2 让数组乘2 是没必要 但是引用值 能不能进行类型转化 能进行 是不是当时我讲类型转化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带引用值 就没带用值对吧 因为没必要嘛 太没必要了 你这样 你这个空数组减1明白了吧 是不是掉number 对吧 你数组加上一个东西 其实是啥 其实他会把他东西 他会掉的是 strain 然后加1 是不是等于这个了 就是引用值 放到加号的左侧的话 他会把它 掉的是引用令转化的strain 是吧 他会认识的是strain 这个加1呢 这个加1 这里面规则特别多 咱就不讲这个吧 没必要 你看你strain放这个东西 你number number number 放这个 放这个这个这个 叫什么 空的对象对吧 空的对象 就没必要研究这个东西 没必要研究这个东西 就是你对象 你对象加1干嘛 对象简易干嘛 就没必要 一点用都没有 空数组 也不要去看了 不要去看了 就这个加串 你就记住吧 加串 就等于串 加串 他肯定会进行的 隐身类型转换 但是对象的 隐身类型转换的规则 特别复杂 也没必要 没必要去研究他 你只需要知道空数组等于空数组吗 等于空数组吗 这不等于 为啥不等于 因为每一个引用值都有一个独立的地址对吧 虽然说两个引用值长的一样 但是地址不同吧 地址不同 你得出结论就是force吧 对吧 绝对等于吗 那更不可能了 对吧 更不可能了 懂了没 就昨天问这问题了 对吧 哪数字这下不得了 那个引用值的类型转换不用去考虑 不用去考虑 更不用考虑 还有其他问题吗 嗯 啊 深度克龙 啊 OK啊 是深度克龙代码不动还原理不动 原理不太明白 来说一下啊 深度克龙 浅度克龙咱能明白吧 又来个objb 这是一个空对象啊 现在呢 我把这个obj想考到这个obj1上 是不是浅度克龙也可以了 浅克龙的原理就是 把obj的属性全部都便利一遍 然后挨个的放到obj1上 对吧 怎么来办呢 我在一个for in循环 握一个property in obj 这样的话我说都能把每一次的obj的属性名拿出来 有了属性名之后 我让obj1的属性名 的值 obj1的属性名是代表obj的属性值了 要复值了吧 就是给obj1的对应属性 复上obj的属性 是不是这样就叫浅克龙了 就是所有的东西全是把我的值给你 把我的值给你 都是这么去拷贝吧 但是会有一个问题 问题就是当你考引用值的话 是不是会不行了 当你考的是一个card是一个引用值的话 比如这里面是一个viser什么的master 你这么来进行的话 是不是到这一步上就相当于是obj1的card的属性 等于obj的card的属性了 潜克龙是不是这种情况 潜克龙对吧 如果你这种情况的话 是不是把引用值地址给定一个地址了 他俩只向是同一空间吧 这样会造成一个现象叫你改我改对吧 所以咱不想要这种现象怎么办呢 我就采取一个叫深克龙的形式 深克龙呢 比如说现在啊 我写一个 比如说他的wife 他的wife呢 是个对象 对象里面有个名字 叫做小刘 然后呢有个song song呢 里面有个名字 叫小邓 对吧 然后呢 没了 就这样了 然后现在哈 我想拷贝 这个 当然拷贝这个原始值 是不是直接拷过去完事了 那拷引用值怎么办 我要拷这个wife 关键深度拷贝拷的处理的 是不是就是引用值 处理就是引用值 对不对 想处理这个 因为引用值 咱直接拷是不是不行 直接拷不行吧 所以我要处理你怎么处理 我第一步是不是得先得分析 你是引用值还是原始值吧 是不是便利到这的时候 一看wife 你是引用值还是原始值 一看你是引用值对吧 你是引用值的话 我是不是有针对性的处理 怎么针对性处理 得看看你到底是哪种引用值吧 如果你是对象的话 我就在这儿 新建一个对象吧 什么叫新建 可以是new object这种形式的 对吧 新建一个对象 跟你跟你那个对象是没关系 如果你是 如果你这个wife里面是对象的话 我就在我这儿 新的建立出一个对象来 那我心里建立这个对象 肯定是空的 里面上也没有对吧 空的上也没有怎么办 没关系 我是不是在打开你原有的对象 去看你里面有什么值啊 对吧 看第一个值是不是引用值 引用值的话 是不是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就是小刘拿过来就行了吧 然后再看第二个 第二个是什么值 引用值吧 是不是看到第二个引用值的时候 比如我再分析啊 你是什么样的值 你是引用值 引用值的话 是不是我没办法直接把你的值copy过来 什么叫直接把他的值copy过来 其实这一块这个小刘 我都直接可以写成 obj.wife.name 是不是就完事了 其实是不是内部也是这么考过来的 这叫直接考过来吧 因为是原始值 把你的值拿过来之后 是做一个备份过来的 并不是说一个值 对吧 并不是说打指向空间 是备份的 但是如果这个sang这块 我也这么写的话 obj.wife.sang的话 是不是就不得了了 因为它是引用值吧 对吧 因为它是引用值吧 好 新章 这块能理解吗 能理解吧 引用值你过来的话 是不是过来的是地址啊 这样的话 我的sang和你的sang 是不是指向同性空间呢 这样不行吧 所以到这个sang的时候去分析啊 好 你是引用值的话 那我不能那么考了 我怎么办 我直接在这儿 新建对象吧 新建对象之后 是不是再分析 你原来的sang里面有啥东西 是不是挨个去拿你的值 最后拿的是不是obj.sang点name 是不是看这样 这个值name等于啥 等于obj.name吧 是不是最后拨点完了 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虽然说你看到的每一步 这个name我拿的是obj.wife.name 这个也是obj.wife.sang.name 但是你要注意一点 我俩唯一不同的就是 我这个对象和他这个对象 是相互独立的吧 我没有说对象这块 就直接拿的是obj.name of吧 是不是这回事 我在每一次碰到引用值的时候 我是不是都跟你一样 建立出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引用值 是建立出一个长的一模一样的 并不是你吧 而在原始值的拷贝上 我是不是直接拿你值就ok了 你看我这么拿的 是不是都是原始值 而引用值是不是都是我自己建立的 那东西是吧 深度拷贝基于的原理 它就是这样的 基于的原理就是这样的 而基于原理的时候 后面有一步 你看 当我考这个wife的时候 我是不是新建立一个对象 我下一步进行的 是不是新建立这个对象 和原来对象和这个wife的 一个拷贝过程 是不是这个过程和obj到obj1的 这个拷贝过程是一样的 这就是一个低规的过程吧 对吧 这是不是一个低规的过程 所以这一块啊 你这个 那个代码我就不写了 是吧 代码你回去看看那视频 自己捋一下 反正昨天那视频刚开始 我讲这个对吧 回自己捋一下原理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 回去再看一看 其他的 安定范子和那的隐私类型转换 大于零小于零等于零 哎呦 他呀 他的隐私类型转换啊 安定范子为什么不大于零 不小于零不等于零对吧 不不不不 听我说吧 不不不 这个大于号小于号 可和那些数学运算符不一样 如果你认为安定范子转换成number的话 应该是等于零吧 不不不不不 什么 如果nan转换成number的话 是不是nan能转换成number 是不是等于零 如果你认为nan和零比的话 是转走number的话 他应该是等于零对吧 其实他没那么转换 听我说他没那么转换 这一块他不转换 安定范子和零比 和nan和零比 他俩就是特殊的 他就是不转换 系统规定的 就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 他都进行引力转换 尤其大于号小于号这款 那东西吧 之所以把他拿来抽象的去讲 就是因为他俩特殊 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和什么比较的话 他都会转带什么东西 对吧 他俩系统规定 咱就是不能和零比较 那东西是吧 就是不能和零比较 这能不能和数比较啊 小一吗 等于一吗 那更不可能了 对吧 安定范子和nan 他就是不能和数进行比较 等等是吧 这是规定啊 他就是不能和数比较 他俩就不能和数比较 因为他俩不作为一个比较值存在 你想 他俩也是原始值啊 说安定范子类型的原始值 是不是只有安定范子 nan类型的原始值 是不是只有nan 对吧 他俩这数是作为自己的原始值 他代表的是自己类型的原始值和零须比较的 他就是不能比 等等是吧 他就是不能比 其他问题呢 有没有问题了 其他问题有没有了 嗯 一边一字不 我天 好 啊 九江是八七中决对吧 对 八七可能讲了九雅 然后再说一下 咱说 咱说javascript执行分为三步 第一步先是鱼 先是语法分析 或者鱼分析对吧 鱼法鱼分析的意思是先通篇扫描全局 看看有没有什么低级鱼法错误 是不是多写图号摔写图号了对吧 写不写汉字什么的 这叫语法分析 然后之后是预编译 然后最后是执行吗 是不是先预编译后执行 比如说在函数执行的前一刻先发生预编译对吧 预编译有四步 第一步先生成一个AO对象 这个AO对象叫activation object 翻译过来叫执行期上下文 对吧 执行上下文 然后呢这个执行下文 里面存储了由于这个函数产生的一系列东西 首先第一步生成AO 第二步呢 叫找函数里面的变量声明和行参吧 找函数里面的变量声明有没有 我再多写一个B 0234有没有变量声明 有吧 是不是一个A一个B 把函数的变量 把函数里面的变量声明的名作为这个AO对象的属性名 然后值呢 让它变成暗地范的 是不是B也过来了 让它变成暗地范的吧 然后第二步还是说 还有一个找函数声明 第二步是找变量声明和行参吧 行参是不是也相当于一个变量声明 对吧 由于行参这个名变量声明已经有了 是不是就不用多写了 因为对象里面也不可能有多个属性是一样的 对吧 不可能一样 然后第三步干嘛 第三步是行参和识参相统一吧 是把这个识参 附到这个A里面去 让它变成一 然后第四步是不是通篇找函数声明 然后把函数声明的名作为这个AO对象的属性名 有没有这个属性名 有A吧 然后技术的值呢 要是这个函数体 是不是把原来这个一就覆盖了 覆盖了函数体 然后这样一个AO就已经构架完毕了 这个AO干嘛的呢 然后接下来就是函数的执行吧 函数的执行过程中所访问的一切变量 所修改的一切变量打哪里来 打AO里面来 所以现在函数执行的第一步是不是一个A等123 就不用看WAR了吧 WAR已经提升了对吧 A等于123的话 这个A 它是不是得上它的中约那里面去找 中约那里面最顶端是不是就AO 对吧 上里面找A A现在是啥 是函数吧 那不好意思把你变了 变成123了 然后再找B等234 是B现在安金饭的 给它复成234 然后就完事了 这是一个一边一的整体流程 不好意思吧 能知道了吧 好 当复习了哈 哪块不懂就这样 复习函数体这块 现在懂了吧 OK 大卡部分 有了吗 有了吗 没啥了什么 等几点了 行了 这才12点半的我 还有没有了 没的话呢 看两道题行吧 看两道题啊 我记得有一个提示等咱们做到看了 这homework里面是不是都能做了 这个是不是讲了 讲的没有问题吧这个 啊 没讲吗 没讲拿着说一下 谁是灯到头了吗 收到灯吗 不是啊 来看这道题啊 先读一下 我是不是留作业了 我这没留作业吗 我就有一天把这文档都发给你们了 里面有这道题 行了 行了 哎呀 你们现在怎么一点无补都这么统一呢 商量好了是吧 来吧咱看这啊 FunctionPerson FunctionPerson里面有三个行参 Name 还有这个ageSax 这是一个构造函数对吧 能看出来哈 构造函数呢 里面有一大堆这个这个构造的这个东西 然后最后把这个say是不是这个值 放上这个SSS对吧 其实考的是啥 私有花边量吧 是不是私有花边量 这个oldPerson出来之后 这oldPerson是第一个对象 oldPerson执行完了之后 是不是他里面的这个say方法 和原来这个Person里面形成了一个 一包 然后第一次调用这个say A++ 打印A应该多少 一吧 第二次再调用呢 是不是基于刚才的 是不是应该是二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oldPerson一 再一次newPerson 是不是重新执行这个Person 重新执行这个Person 是不是有一个新的AO了 有一个新的AO 是不是形成一个新的B包 那这个oldPerson一在say的时候 应该是打印多少 是不是一 是不是一 是新的吧 走不走呢 嗯 这不是那什么吗 这不是刚才的那个 刚才不刚讲过吗 我刚刚讲的 这不私有花边量吗 这不就相当于 这不就相当于 这个刚才讲的有啥区别吗 看到我出现了money100对吧 然后我说this make money make money 用一个function 就这样 然后我说这里面的money可以去访问对吧 你可以访问是不是也可以修改啊 money加加 最后如果你new这个person的话 你new这个person的话 他是不是会return的返回这个this 会引试的返回这个this 一开始war一个this 对吧 然后进行修改 最后return这个this 就像这样 把这个this return出来之后 这个this上面不是有这个方法吗 这个方法是不是被一起保存到了外部 保存到外部 这个方法是不是会保存着person 产生的ao 就和这个money形成比包了吧 对吧 这块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下面这块不一样吗 这个a不和那个money一样的吗 有啥区别吗 就这个可能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函数是这么写的 先写到这再给它复 不只给这个this上 这不一样的吗 你现在直接给它写的this 后面有啥区别 一样的吧 就这块也行的b包了 是b包 在这有吗 回去看一看这问题啊 这题是不是都能做了我看 看这个能看清楚这个 看不清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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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啦 来哈 今天来咱看看 这个witcher x应该是啥 不太简单了吧 这题 这里面是不是word this word this吧 是不是相当形猜那次相当word this 能杀吗这玩意儿 杀不了嘛 杀不了是不是x该是啥是啥 对吧 这题是这样啊 没了 杀不了 没什么简单 这个 考试type of arguments 哎 type of arguments 应该是啥 type of arguments 返回的应该是啥 是什么 object吧 他是不是一个类数组 类数组还是对象吧 他就算是数组 他也是object的对吧 这考的没水准了 啊 这些有点意思 word一个h 等于 方身 a 然后 return 23 type of a 执行 这个a 这是不是后面是个表达室 写到表达室里面这个a还能出来吗 这还有用吗 是后面咱一般说a没有用了 对吧 a找不到名了吧 是不是当前这一刻就没了 没的时候怎么办 a还能执行吗 a执行不了吧 a执行不了的话这个 说报错啊 这题除了就是让你 告诉他是报错的 写出下来程序执行写 我估计他出错了 哪个缺项能出现报错的题 那这个咱 咱怎么的 告诉他 告诉他 对吧 然后给他写好 给他写清楚 对吧 a is not 啊 方式吧 is not defined is not defined 对吧 is not defined 好 告诉他清楚 当然这无所谓 你直接写报错就行了 对吧 直接报错了 对吧 然后前面加一个 对吧 赞美他一下 这题肯定出错了 八成出错了 哪有题能出报错的题 问你是不是报错 有病的 最后随机打断原书组顺序 然后一次性返回 ok吧 没问题 原题吧 这都咱们讲过的 都想了吧这些 咱看用有里面的吧 有人订外卖吗 有人订外卖吗 你放那吧 哥们放那吧 放那就行对 那个外卖谁的 放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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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正责 来问答案问题啊 我给你一个字符串的 你去虫 会去虫吗 结果这题啊 选择你熟悉的方式 实现 实现 扎伏对象的继承 写啥 写生贝模式 就说生贝模式 回忆我背啊 下单哥 我名单过来就考 必须得会 你就是到了写 就写出来啊 生贝模式 必须得会 那问你继承 你就跟他说生贝 问你继承 说生贝就完事了 这题都是白给的 换句话 背题都能背起来的啊 熟悉的方式 实现这个继承 是不是生贝模式最好 对吧 背的背的啊 阿贾克斯没学 出现方法 这是正在对方式的 clone方法 实现object类型的clone方法 深度克隆吧 观察量模式 这个 最后一题特逗 尝试优化以下代码 使代码看起来更优雅 对啊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题碗这些 我看着已经够优雅了 挺好 我就喜欢常耐嘛 这惨得优雅点啊 sweet kiss 然后break break break 他想干嘛 他想干嘛 他想怎么现化 第一个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sunday 然后最后 如果不是的话 arrow 是不是有无数种 简化方法啊 他就第一次告诉你 我传的是几 你就给我打印出 相应的是什么东西呗 你把这些东西 放到数组里面 行不行 数组的序号 和他编排一下 是不是ok了 对吧 是不是数组也行 数组第一位 第二位是不是传的行 你把它放到类数组里面 用对象去标他所引位 是不是也行 是不是咋着都行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是不是打印出就行 这题特别好讲话吧 这题特别好讲话 难吧这题 闭眼都能写出来吧 多简单 你把这东西 把monday 他想干啥 行 他干啥 传一个数 是不是打印出 天数 多简单 这题 有不会同学吗 这些 用写吗 多简单 然后你写个数组 写个数组里面 数组 数组啥呢 数组第0位 别的了 数组就是里面写monday 周一 然后2345 我写呗 周二 对吧 周三 所以我写仨得了 然后咋访问 他是不是传一个data 然后你给他返回 或者你给他来一个返回值 就是等于 ar 中括号 data 减一 就完事了 他传是12357 而你数组开始的是012356 对吧 减一就完事了吧 然后呢 if ret 等于等于安基范的吧 如果他抄的越界了 是不是安基范的了 是不是他的数学界就安基范的了 他填个8呢 是没有 安基范的 是不是 retr arrow就完事了 然后ils retr ret 是不是完事了 就这么简单吧 是不是很优雅 看起来对吧 很优雅吧 你去除外师体啊 弱师体 看上面有没有优雅的体了啊 哎 还有seu的问题呢 seu知道啥吗 所有隐情就化吧 看 html实现布局 头尾固定 中间自适应 不想说了 惹心死了 会不会啊 三段布局嘛 头尾固定中间 头和尾 他指的是这头和这头 左和右 对吧 你中间自适应 你能明白吧 对吧 一看头尾固定中间自适应 有无数种方法 可以实现三段布局 咱以后还会学 这个宽高给你了 背景颜色 红色边框 该怎么样在DIV 在页面居中显示 让一个DIV在页面居中 Position Position 是Absolut 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 对吧 请简单画图描述 CSS核模型 对不 你这个一圈一圈套起来 玩事了吧 CSS核模型 其实有两个 标准答法 是两个 咱们学那是标准核模型 咱们往后还会学一个 叫IE6混杂模式的核模型 那个是CSS3.0的指示 正常答应该答两 但是他问的肯定是一个 你给答两个 显得逼格更高 对吧 CSS选择器有哪些 CSS中选择器有哪些 这题我跟你说 这种题吧 这是初期之间脑子有问题 他这么问了 你必须给他答全的 那你说选择器有哪些 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你写啊 包括写一些什么 其他的这个选择器 我可以写很多吧 包括你像 你像ID选择器 你没法写太多 因为那是任意的 对吧 但你像伪类 伪元素 是不是也可以写出来 咱是不是直接写 这个结果就可以了 也可以写它的归类吧 对吧 就这种问题 你就必须得写ID选择器 后面类似 什么样的是ID选择器 给他写出来 ID选择器 然后写个警号 什么什么样 就叫ID选择器 class选择器 什么什么样 就class选择器 通沛服选择器 属性选择器 类 类 叫什么 伪类选择器 伪元素选择器 然后后面都举几个例子 等等我 是吧 这么写 无懈可惜 无懈可惜 否则的话 你就直接写它的类别名 写一堆之后 然后后面加一句话 你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吧 你居然这么个问题 对吧 你再每个一家 然后你肯定进不去了 找出什么时候 哪些数 有哪些数据类型 特性难吗 咋拿着去 来 混习玩 怎么拿着去 来 闺蜜给 给 出录一下 来 紫荐 怎么拿着去 要你的话 你怎么写 值叫啥 值是不是叫数据 数据是不是叫值 咱说了 扎出录两种值类型 然后数据类型就不懂了 数据是不是就值 咱说了 数据分两种类型 一种叫原始值 一种叫引用值 原始值里面有啥 引用值里面啥 是不是这么大 对吧 简单的 一定得分好类 说数据分为原始值和引用值 对吧 然后怎么怎么着 我记得我PPT里面写的好像也是数据类型吧 写值类型数据类型 我是不是写的是数据类型 这是后面是不是写数据了 行行行 再加一个 或者号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 有啥咱们没讲过的吗 这些 是不是都讲过了 对吧 都讲过了吧 我记得还有一篇非常高深的题 在哪去了 咱们看看这题吧 咱有没有能做的 哎呦 好恶心 这题给你们看过吗 是不是看过无数遍了 什么说了 倒菜不咱没讲了 Display值 核模型 CS3的尾类 Position 什么区别 现在一个DIV 这是后期的东西 这个是后期的东西 跨域型9 编写一个类和类型 以后看到一些题里面 有人说类了 或者叫类继承 类什么的东西 但凡这个类 其实这个类是一个静态语言的叫法 比如Java和斯嘉家里面 管的叫类 咱们这里叫构造函数 那东西是吧 是一个东西 编写一个构造函数 构造函数继承 构造函数的名为person 属性这些东西 然后很简单 很简单 你看就能写不来了 这个后面没啥能写的 我记得还有一篇呢 哎 这个有意思哈 留着页 看一下谁聪明哈 一个 一个字符串 由A到Z这么多个字母组成 请找出该字符串 第一个只出现一次字母 该字符串第一个只出现一次的字母 请找出该字符串 第一个只出现一次的字母 这是第一个作业哈 第二个作业 字符串去 重 字符串去重 字符串去重 这是俩作业 好吧 第二个作业 分分钟就能写完 如果你理解了今天我想的东西的话哈 第一个作业 麻烦点 麻烦点 嗨 来 这一堆字母对吧 写的啥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后呢 让你求这个字符串里面 第一个只出现了一次的字母 比如说这个字符串里面 哎呀 这样吧 我字符串这么构成的 这么构成的 这个构成结构呢 都是键盘的Q到P那一行里面构成的 里面一支肯定没有A和B对吧 我把A填到这儿 我把B填到这儿 是不是A和B只有一个 那谁是第一个只出现一次的 是不是A 我让你把这A挑出来 第一个只出现一次的字母 挺好玩吧 来吧 好好写吧 这题 看看你现在有没有阿里的水准 阿里巴巴的起 其实你学过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了 字符串有长度 字符串可以 字符串也可以当书组那样取东西 或者你XR也行 我给你个字符串 你可以取某一位 字符串每位咋求呢 握一个东西等于ABC 然后字符串方号0就代表了第一位 字符串XR也代表第一位 都行 用哪个都行 就这么难完事了 然后字符串还可以打散 记得吧 打散Supply的吧 如果一个字符串是ABC的话 你怎么来打散的呢 空打散 你就来Supply 里面填空串 它就被打成这样了 OK吧 好了 就提醒到这儿 我给自己做吧 行吧 今天到这儿 我给自己做吧 我给自己做了 我给自己做吧 那我没想到